本節目不推介任何股票 那今天外資提早歸對 所以今天大買 這個盤是理論上來講 因為明天就聖誕節 下個禮拜外資會正式進來 我們應該講說正式進來 為一月份 為原內份 為第一季 做夢行情先考位 所以理論上今年 今年風關應該會創新高 我們先看 這是今天 各位你看到今天的大盤 好 我畫這條紅線 今天大盤的收盤其實 來 回頭看這裡 這叫18034 這條紅線只有18034這一天最高 今天的收盤其實已經創了歷史的第二高 收盤價 收盤 18034是歷史新高 好 那今天17946收盤 用收盤來講是創歷史第二高 所以離18034 各位不到100點 是不是不到100點 不到100點 看到好 那各位去想想 來 從今年的7月15日到現在 也就是打了半年的大底 你看一個底 兩個底 打了很堅實的大底 那未來上去 未來的漲 我們說用形態來講 這裡叫16162 好 這裡是18034 我們把它整數好了 這大概有2000點 高低點大概有2000點 就這裡到這裡將近2000點 所以未來為什麼有人估大盤會過兩萬點 這叫形態 打了半年的大底 來 再看一遍 打了半年的大底 這裡18034 這裡16162 我們用整數算會比較好算 這裡就2000點 這個範圍 我們叫做這距離就是2000點 距離有2000點 所以上去18034再加2000 就是過兩萬 好 重點有一個重點 在這裡 你看這裡的量這麼大 可是這裡的量這麼少 你看這裡是大量 這裡的量很少 現在才剩下2750億而已 各位你看年初的時候 這裡多少 這裡是6000億 現在的量才2000多億 代表什麼 這種上漲會很可怕 它沒有量就會漲 那既然沒有量會漲 也就是說它會集中在 我們叫個股裡面 那集中在個股 譬如說台積電 因為台積電是占前指最重 所以變成這些資金 它就沒辦法以路金沾 那前指股一定會帶 所以我認為台積電有可能 我們看台積電 台積電有可能會扮演最大的 這一次最大盤上漲的最大的角色 因為679在這裡 這是1月21號 你看到台積電的679是1月21號 你看這段時間都沒漲 所以台積電會是整個大盤的重點 可是台積電並不會讓你賺最多 你應該講說你如果不會做股票 你就買台積電 應該不會賠 那能賺多少 我認為最少比你自己做股票還好 那除非你想說行情這麼好 第一季它叫做夢行情 因為第一季沒有財報 連報也要3月 3月以後才公告 等於4月才公告 所以第一季就沒有所謂的財報的壓力 那今年幾乎很多股票都是 不管營收EPS都是爆炸性的成長 所以大家會想像 那第一季如果營收也不錯 會想像空間會很大 所以股價的反應 理論上會在第一季就反應一整年 那我也提醒各位 理論上是明年的第二季 美國的地位開始升息 會收錢 所以只要在股票市場的任何一個人 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想拉高 拉高做什麼 對現獲利 如果說明年第一季 這些在市場上的這些作所也好 這些有錢的控股的人也好 沒有人不拉高的 因為拉高以後 因為現在相對的 機器也算是相對高 再往上拉 那往上拉 大家會實現獲利 所以我說為什麼叫財富重新分配 我在昨天的YouTube的標示 一個財富重新分配 財富重新分配不是說你沒有賺到 沒有賺到 你就財富不會被分配 你沒有賺到會被分配 在你買的明年的第一季 你如果不懂得跑的人 你一個講 你不懂得如何對現獲利的話 你有可能我們叫最後一隻老鼠 會被踩到 有用大丁了 好 那開始去想 我說看不懂你就做台積電 不然還有什麼樣的題材嗎 今天南港 那生計園區 要蓋洞大樓 那代表什麼 很多要進駐 其實生計 我說生計一定是為了一個選項 為什麼 來 我們從大盤開始講起 來看這裡 我昨天也提醒各位很清楚 台積電這裡出現買進新的 就昨天 所以你看今天就漲了嘛 對不對 最掙扎 我說在這個地方 賣出買進 也就多空不明的時候 非常掙扎 可是你必須做 做就是怎樣 你要跟著在這裡 買進賣出 你要在這裡要平軟的做 你不平軟的做 你就沒有辦法逮到 就好像這裡560 你不做的話 這裡沒有買 你就不會到623 相對的大盤也是一樣 好 大盤 如果你這裡沒有買 16162 你就看不到這個低點 你就沒有買 你就會驚慌失措 好 那今天的大盤 正式出現買進新的 昨天沒有 今天出現 所以我為什麼這麼賭定告訴你 18034 會過 因為買進新的出現不可能只有一天 你看大盤 大盤買進新的出現也有一段 都是一段 是不是一段 好 那所以大盤既然有一段 剩下一百多點 理論上就是會過 理論上就是會過 因為 或者它不會出現買進新的 所以我為什麼這麼賭定說 可能會再下個禮拜 各位 明天理論上是不會過 因為明天只有一天 那 很難講啦 那過最好是能站穩 好 我們再看一遍 最好是站穩才叫過 好 各位 來 今天在這裡嘛 那你過最好要比這裡的收盤更高 因為你這裡收盤是18034 這收盤是18034 所以你要漲100多點 而且要站穩 站穩你以後 我說 有人 一般人在學技術指標的人 那 突破景線 這叫景線 這條線叫景線 如果突破景線就突破18034 突破拉回是最好的買點 好 你突破不拉回往上 多追 因為它已經整理 大阪已經整理了 從7月15號到現在已經整理了 差一個月了 將近半年了嘛 所以未來 我說未來可能在三個月的時間 這段整理半年的時間 未來可能三個月 理論上就三個月時間最安全 也就第一季最安全 所以要記得要買對股票 好 再來 這是大盤 這是台積電 這是生計醫療指數 那你看到的這個時間都一樣的圖 一樣的時間 好 大盤在11,500點的時候 生計指數是78.53點 台積電是310塊 那台積電310塊 漲到這個地方漲了1.2倍 好 大盤11,500點漲了超過50個person 超過五成 好 那生計指數是78.53點 結果它跌到這裡 也就它這裡到這裡 反而是跌了20個person 那它只要回到這裡 就要漲20個person 將近20個person 也就它只要回來這裡 這裡就有20個person的空間可以漲 那它已經漲到這裡 台積電漲了1.2倍 大盤漲了五成 那大盤1034過了它還要再漲 那生計股會變成什麼 大盤 突破1034大底完成大盤要漲啊 那生計股是不是它必須加快速度去趕著大盤 它要去追著大盤跑啊 它的速度要加快啊 所以各位 生計醫療會不會是 我們講最有肉的那個族群 可是生計醫療不要亂買啊 我常常講 買生計醫療 叫天使投資人 你要買你要好幾倍的 那好幾倍的不是隨便人可以買啊 什麼叫好幾倍的 來看這裡 這叫做藥法藥 藥法藥在11月12號的時候是108 那當然 必須有真正實質的利多加持啊 好藥法藥 好 然後呢 它在五個禮拜的時間 一模一樣嘛 五個禮拜的時間 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四個禮拜 五個禮拜 最高來到422 這裡叫108 我把它整數啦 108把它當100好了 422把它當400 在五個禮拜的時間 1000萬變4000萬 我常常用那個邏輯喔 假設你是住公寓的 譬如說好我們假設你住一樓啦 公寓剛好四樓的好了 那二樓三樓四樓你因為買了藥歪藥 二樓三樓四樓你就可以把它買下來 因為1變4嘛 如果透天的 透天的這一排房子如果四間 那你住其中一棟 旁邊的三棟都變成你的 那叫1變4嘛 我講的這個邏輯就是 它漲了1變成4 你去買個一張 對你有影響嗎 重壓才有影響嘛 有很多我說為什麼散戶賺不到錢 散戶什麼都要買 可是所有你什麼都買 然後你把它總拖都把它加一加進來 有的真的賺很多啊 相對的有的也是賠很多啊 有的沒賺沒賠啊 這把它全部把它加一加 把它處理你的股票數目啦 處理你的總額 哇 有時候還賠耶 做一檔股票很辛苦 你做10檔股票一樣很辛苦啊 你看10檔股票不是很辛苦嗎 你為什麼不做一檔 我說搞不好啦 或許在未來的10年 我認為未來的10年 因為景氣一次次 每一次都是很大的刑犯啊 只不過未來的10年 已經沒有像今年 或者明年第一季這種行情 已經沒有了 為什麼沒有 我不是講過嗎 QE啊 QE開始要收錢啊 再來要利息要升息啊 那換人的油脂就會收走了啊 股票市場最棒是什麼 沒有錢嘛 這其實我任何人都知道一回一滴 尤其鮑爾在 不過鮑爾現在很鷹派了嘛 理論上它四月份開始 大家預估是可能等於是下半年就開始升息 而且升三次 那如果下半年開始升息 升三次 那代表 股票的行情不會等到6月啊 所以有可能在3月就結束了啊 所以各位還好去思考 利用休息的時候你去想 或許大家只剩下三個月可以做股票 那這三個月一定 我說一定有很多人要把很多 我們叫公司吧 一定要把他股票拉上來嘛 因為為什麼 沒有人笨到說 他明年下半年股票才要做嘛 沒有人笨到 因為不確定嘛 沒有錢的做也沒有用啊 沒有人笨也沒有用啊 股票市場是要有人笨 股票有人笨 才有超我的利潤嘛 所以我說任何人都會希望 在第一季Q1的三月前 行情做出來嘛 何況來再看一遍大盤 我為什麼不斷地給各位看大盤 各位 這裡是18034的成交量啊 這成交多少 6000億啊 現在在這裡2750億啊 我們現在假設這裡17946嘛 我們看他隔天就好了 他絕對低嘛 17895點 比這裡的點還低啊 可是成交量是5700億啊 今天的點才275億啊 不到他一半啊 所以我相信聰明的這些 我們叫控盤者也好 操盤人也好 他們一定要資金沒有那麼多了嘛 資金開始收水了嘛 那不利用 我們叫做一夜份第一季的作夢行情 趕快把他股票拉一拉 千般拉抬 就是為了要出股票嘛 那 不要現在很樂觀 謝老師說的第一季行情很好 然後你跑進去 要買股票也要買股票啊 所以我希望你來參加我會 這一段我們就好好的盯著 最有機會的生意股 然後到某一個階段 我們開始把本金都收回來 然後把本金收回來 賺得我們到時候再看 看要不要再跟他做長線 而且我只做一檔股票嘛 好 那等一下我告訴你 切入點在哪裡 那這個股票又有多大的機會 要參加就打電話來 休息一下再回來 請熱一下 氣餘 氣桌 黑 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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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本节目不推荐任何股票 如果 你在这个礼拜 就下个礼拜 封关前 你没有好好在底部进场 去锁定单一个股 等到明年 也就下下礼拜 行情正式开始 你买不下去了 一般的投资人 为什么 赚不到大钱 每次该下手买的时候 那个相对低点的时候 都想尝试一下 我买一点 上去以后再追 然后再上去再加码 我待会没有什么加码的 我第一次买 就是给我买到满 因为你一直加码加码到最后 你的成本就落在中间 或者落在 一个讲说中间上面一点 你刚开始尝试 尝试买的时候 你可能 比如说你买个一层 上去的 哦 不错 我买两层 再买两层 我再上去的 好买五层 你成本不是变高了吗 如果稍微震动 你又下出来了 到底一步就怎么办 所以买股票 我说相对底部的时候 一定要用力买 而且把收入股票全部放过来 不要犹豫不解 因为 行情搞不好 真的三个月 我预估啦 我说未来我们大家回头来看 我讲的话对不对 我每次讲话 我都是根据 有根据的 我讲过很多遍 你们都知道 我讲的每一次都很准 所以假设真的只有 到明年三月底 这个行情可以做 而且这个一定是 像高速火车一样 高铁一样很快 搞不好像喷射机一样很快 行情一定不等人 一定会觉得大家 措手不及 哇怎么那么快 一下子有很多股票可能 三成五成一倍就来了 你不要等到那个时间 才想我这个股票来换 哪个股票来换 措施良机 我真的觉得 大家应该都可以 一起的到 我相信各位应该 都有这些资讯 请问QE是不是在 收债 在收钱 对啊 请问美国是不是应该理论上 最慢年终就开始升息 对啊 这最基本大家都知道嘛 所以任何人 只要在股票市场的任何人 甚至这些公司派坐手 他们好不容易 十年难得一亿的大行情啊 搞不好三月份钱 大盘就到两万了 搞不好是这样子 你不要以为不可能 很快一千两千点很快 然后行情就没了 那没了 你在那边万坦 没有用啊 会赚一几就够了 赚一几就够了 我随便拿个股票嘛 譬如说来 我相信很多人 去年凑个这个嘛 对不对 就今年凑个这个嘛 这个叫什么 航运股啊 是不是 你要的是这个啊 这叫航运股啊 有很多股票都是这个样子啊 是不是 这涨多少 那我又随便弄一下啦 你看这个细创啊 一百二到四百多啊 这个都涨很多嘛 就当天台积电就好 台积电这样涨多少 四百多到六百多啊 有很多个 莫名其妙有很多股票都是涨 涨满天了 我都随便按 都涨满天了 那代表什么 代表今年 也就明年的第一季会标更多啊 那我再强调一遍 你有时候都把花讲到前面 很多投资人到最后 譬如说我们在买长盛嘛 夜包挂牌 我叫大家赶快来赶快来 没有人理我 后来来参加会员的 都是去买三四百 四五百的人来参加会员 结果你高点买 你有时候就赔钱啊 这个行情在这里你不买 有的时候我常常在讲 假设一档股票现在不到一百啊 你们不理他 等到两百你们一定会买了嘛 为什么前市长都在讲了 我请问你 七八十你为什么不买 为什么两百多你要买 可是你不买我不能说不好啊 因为他还没结束嘛 对我来讲股票如果高点还没 还有高点对我来讲都是好的啊 可是对各位来讲 假设一档股票高点在三百啊 那你认为你买 到了两百五你买然后参加会员 我当然说好啊 因为他两百五还有钱赚啊 可是你买两百五的人 有时候挣了一下以后 你就赔了啊 三百搞不好一放而已啊 放一样南马车就跌破了两百五啊 所以那个逻辑很重要 要做好好把握 尤其是下个礼拜 好好把握来参加会员 我再讲一遍 任何行情碰到这种 我说百年难得一的这种 有时候是真的是会用快速列车的标法的 你要赶快布局赶快卡位啦 不然就不要做就好嘛 对不对 好 那我为什么一直在讲调 强调大盘跟台积的概念 因为有很多股票其实都涨很多了 好我们再讲一遍 我再讲一遍 千万不要去做激情过后的股票 什么叫激情过后来 我弄一档股票啦 譬如说来 国际 各位 这国际嘛 国际好不好 好啊 一千三百一点 叫激情嘛 一千三百一点时候好啊 可是我请问你 一千三百块钱的国际的基本面 会比现在好吗 不会 国际一千三百块的基本面 绝对比现在基本面还要不好 那你不要去追踪已经一千三 已经人家已经套住 然后整倍跑路的 你在这里还讲很好很好很好 还那种很好很好 所以股票 理者做了 譬如说这档股票没有人套在上面 假设没有人套在上面 大底完成了 它未来上去就是 这个大底有多少 它上去就几倍嘛 所以你手上的股票你检释一下 回头去看 假设你的股票高点 所以为什么我在这里不会去推说 大家来买长胜 因为长胜是我们的股票嘛 我为什么不会在这里推说 大家来买长胜 各位你看啊 长胜的高点五百十块啊 我用桌线 是不是 五百十块在这里啊 那我在这里会跟你讲 长胜未来会很好 他不会付气啊 这个只叫反弹嘛 所以连我自己的长胜 我都不敢说 我们就是第一季要做长胜 不是啊 我一定做一档 高点 应该讲高点还没过的 就在这里打底的 高点离现在差不多的 然后只要它一过 全部都上去了 好 那这大盘嘛 这台积电嘛 这是生计医疗嘛 所以为什么 生计股才有机会嘛 你看药花药 一百零八 五个礼拜四倍 然后我说 我们未来要布局的这一档 它的高点 挂牌的当天最高一百零七嘛 这里叫一百块嘛 你看 它一直在这里整理 这叫一百 收盘当然没有那么高 这一百 最高挂牌那一天 一百零七最高 那它已经打底了 超过四年的时间 那在这里 我写一个散户的救赎 那这里是大股东 转了一千张 这个价钱 所以它都沿着这条线 每次跌后这里的线 都是出现很好的买点 好 那这里叫一百嘛 它挂牌叫一百零七嘛 那今天是八四点九 所以它离高点 一点点而已 它只要稍微量一下 我说只要它突破一百 突破一百零七 那叫做大底完成 就好像我刚刚在解读大盘一样嘛 我解读大盘给你听也是一样啊 对不对 是不是 大盘是这样子啊 颈线的位置 这叫大底嘛 大盘冲上去就两千啊 那资金没有那么多啊 所以未来什么股票 再告诉你一遍 你的股票如果高点 在天边的 然后不会过啦 不要去做我们股票 做高点马上过的股票 想要参加会员 打电话 没同一个时间 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因独立判断 深圳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